小妹 你终于来了 我听说皇上让你跟在石殿下身边 可明早石殿下就会被提前送回宫 我怕你来不了 这里就该被皇上的人接管了 证据都在这里 回宫之前我必须要拿到 皇上可以不知道这次的始作俑者是谁 但是我和陈哥哥 绝不可以不知道元凶是谁 否则来日怎么报仇呢 除了那棵树 就连赫连一辰的马 也早都已经被人动过手脚了 小妹 你这是哪里学来的方法 这样就可以取到 碰触到这棵树的凶手手上的纹路 大哥 这叫掌纹 手指头上的叫指纹 这天下每一个人的掌纹和指纹 都是独特存在 唯一的有这个 我就能找到是谁动了这棵树的 这足气也能够最大程度地 推断凶手的身高 体重 小妹 你真厉害呀 大哥 不是我厉害 难过黎月把马身上 直视马儿发颠的针也搜了出来 这现场就调查完了吧 要不我让陈卫撤了 毕竟他们还要去保护石殿下的安全 不解 陈哥哥那边 有皇后调了自己的尹尾手着 必然不会让他出事的 再说了 下手的人也没有那么蠢 陈哥哥现在都已经废了 他们这时候还要去赶尽杀绝 就算是自投罗网了 谋害皇子这个罪名 他们不会那么蠢的 往自己身上懒的 大哥 我们去找找白狐吧 找白狐 这大晚上的 咱们上哪去找白狐啊 这东西可遇而不可求的 大哥放心 我自有办法